那统计 104 到 110 这个画面有些数据可能比较旧一点 然后 哪一区的切刀案件最多 其实除了可以画直条图之外 当然如果你要呈现出比例上面的多寡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画所谓的圆形图 那占比,如果看起来好像占比说 差异性好像没有差那么多 所以如果用圆形图 显然没有办法很凸显 我们要表现的 所以有时候至于用哪一种图形表示 有时候可能还是要针对实际上最后的结果 你再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呈现方式 不过不管怎么样 其实比较起来还是比看数字来的亲切许多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有资料本身 如果可以快速把它绘制成图 其实就是一般现在所谓的视觉化 或者叫做图像化 把那个数据图像化 这件事情如果可以办得到的话 那真的很多时候感觉资料就变得很亲切了 否则的话你看到那个资料 那真的是会头很晕 你像这个切到资料还算是小case 因为它控制向下的话 理论上大概就只有大概3300多笔 其实还算是小case的 这个应该还称不上所谓的大数据 只能称得上相对比较大的数据 不过如果用人工来处理也没有那么容易 有没有 所以怎么样快速解决 像刚刚发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我今天需要一个什么 路切道 那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呢 我们就是先查出 我先再重新再来过 那当然我们可以整理一下规则 所以第一个 如果你有规则 之后的话再思考说 把那个规则变成一个公式 如果那个公式OK的话 那可以结合VBA 因为可以输出 可是VBA的话 还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直接输出公式 一种是什么 把它变成 再改成用VBA来改写 那第二种的话相对就难一点了 可是如果你都会的话 那真的就是可以左右逢源 反正我希望用哪一种方式呈现 那我用哪一种方式呈现 OK 这个没有绝对标准 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 反正最后老板也不会管你怎么做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你要会有方法 你不要说连方法都没有的话 那你就很难过了 你就是可以 而且如果每天都要再做一次的话 那你会累死了 OK 其实如果你可以把那个一点一点的时间 通通把它缩短缩短缩短 那其实你会发现 你一整天你就会多很多时间出来 而且另外每天都工作 一年下来你就节省多少时间了 对 还有有些做事情 我是觉得你不要说只是说反正得过且过 有些没关系 我都做一点 可是问题你生活里面就是有很多这种东西 那你如果一次得过且过 你下一次还是得过且过 最后其实你会发现 你就会越来越忙碌 OK 那如果你可以每件事情都能够算是什么 就是可以马上解决 就马上 像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说真的 我慢慢习惯就是说只要有问题 马上记得一定要赶快 比如说email 人家email给我 我记得我一定要第一时间回复 不然的话我一定会忘记回他 忘记回他就麻烦了 有时候隔好久 就忘记回人家信 这样感觉其实好像有点没礼貌 所以像我的习惯 一定要来遇到什么事情赶快做 不然的话 你一直脱脱脱感觉 第一个自己感觉 就会觉得好像有事情 即便想要去做一点轻松的 不要出去玩好了 你会觉得好像这个事情 就觉得到底 你会觉得玩不开心 为什么不把事情先做完 然后再去玩 你会觉得玩得满意 因为心情没有挂碍 所以有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尽量善用方法 然后快速的把事情解决掉 然后你就可以很轻松惬意 所以可能就是轻松的状态 不然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 每天都是感觉 就是压力沉重的那个表情 感觉就是 不管什么就是压力很大 但是有的人觉得你太轻松 奇怪 他事情那么多怎么开 还可以这么轻松 真的真的对 其实我觉得真的 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处理事情的态度上面 应该还是不一样 像这个 像我反而是越来越享受有问题的状态 因为如果人家问问题 如果感觉我回答 太好了 为什么 因为终于有可以解决问题的 好像又突然有问题 如果哪一天我突然发现的话 VBA对我来说都没问题 那好像也不是好事 像不好玩 所以当然我的心态 可能我会觉得解决问题是一样很快乐的事情 发现其实也真的不难 而且还蛮有趣的 所以哪一天如果你突然喜欢解决问题的 这样子的feel的话 以后你会觉得 甚至你还会主动去帮人家解决问题 所以身边的每个人都来找你 很简单 但对了你就变成这方面的达人了 那再来我们来解决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所以第一个的话 你会发现前面那个字 前面那个字可能是蛆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铃 可能是铃 那哪一个比较近呢 好像铃比较近 再来铃 再来蛆 所以我是建议 你可以先从有铃的这个除神格开始做练习 那怎么练习 你可以把游标先放在哪一个 第七个 G5这里 然后插入什么呢 插入那个phine函数 文字里面的phine 还记得吧 然后phine 先给他要找什么 找0这个字 所以我们先跟他讲 找找看有没有0 那V10印去哪边找 去这里找找看 有11 如果有回来 第11个字 那表示这个公式没问题 那你可以向上填满 错了 为什么 因为找不到0 叫做value 错误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它改成0 有没有 那怎么样改成0 那你只要看到有这个井开头的错误的话 那你就要想到对应的一个函数 就是怎么把这个去掉 有没有 一个叫if er的 一个函数 if er的话就是过滤函数 如果 if er 这个井字号开头的 其实就是一个叫l 就是错误 如果有错误的话 所以接下来请你把这个公式减下 不包含整号 再插入一个过滤错误的函数 那个东西叫逻辑里面 这里在哪里 在这里 逻辑 OK 然后一幅 在这里 OK 这个函数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看到有这个东西 反正只要井字号开头的 那你就想到这个 OK 如果有错误的话 那你要怎么处理 OK 按确定 然后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判断一下是不是有错误 那如果有错误 那应该继续找里 所以很简单 把这个公式再贴一次 然后把零这个字怎么样 改成里就好了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上面那个零这个字找不到 那你就去找一下别的字 哪个字 里 OK 如果有里的话 帮我显示出来 所以按上 再往向上填满一下 有没有发现 有里的呢 他就正确了 但是呢 还有两个错误 哪两个错误呢 因为没有零 也没有里 只有区 所以再来怎么办呢 同样的方法 如果还是错了 那就再过滤一次 所以再过滤一次就是 再去帮我找区 那这个公式就完成 我跟他怎么做 一样好 把这个公式再剪下来 再插入一个iflare 然后把公式贴上 底下的话呢 value iflare就是什么 再去找区 再去找区就什么 fine 所以你把这公式 这边有没有 那官方符记得一对哦 前面后面哦 复制一下 把它贴到这里 再去找区 这样的话呢 按确定 向上填满 ok了 有没有 向下填满 你就这样应该都全部ok了 当然如果啦 我是没有全部检查啦 如果还有错误啦 反正你就再多一个逻辑就对啦 ok 假设啦 我们这三个规则ok了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的话 其实规则一样嘛 可能是接 可能是路 可能是道 所以 其实后面那个字的规则 其实呢 可以直接拿这个副字 然后呢 那改三个字 路 接 道 ok了 所以哦 我们有头了 有尾了 把尾剪掉头 那就知我们要切割的范围 所以要怎么切割呢 很简单 再把这个公式 有没有 剪下 然后呢 先取笑一下 从这个开始 因为现在不需要从这里的 从这边开始 然后把这边剪下 然后再来用什么 用密的 密的是切割函数 密的 这个 然后他会问你说 你的那个地点在哪里呢 在这里 那你要切割从哪个字开始 从刚刚的这个公式 的下一个吧 因为我们刚刚是找 找0里区 是那个路的前面那个字 所以应该把它加1 下一个字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几个字啊 其实如果都三个字还好办 有没有像什么厦门街 像什么万宁街 可是问题还有一些是忠孝东路 有三个字有四个字 不要麻烦 不过怎么办 我们直接贴 不过贴的话 应该是把后面这个字 剪掉前面那个字的位置 就够了 因为我们 不像前刮户后刮户 后刮户的话 它是在这个字的外面一个字 所以便要多剪一个字 如果像刚刚这个公式贴上之后 我们第一步可以怎么样 把0里区改成叫入接到 然后再来就是接 然后再来就是到 接在这里 所以它理论上应该就找得到那个位置 然后呢 后面那个字的位置 再剪掉再贴一次 所以等于就贴两次 贴第一次的时候 是把它改成入接到 第二次贴的时候呢 就是保持原来的 所以你会发现 它出来的结果是厦门街 有没有 所以它理论上应该是 本来的那个位置 OK 让它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会完成了 我看一下 底下应该OK 我刚才检查 不过我这检查 刚才检查蛮久了 3000多笔 OK 这边有错误 为什么错 因为它没有入接到 那这个是什么 光复礼7号 光复礼里面7号应该很多 所以这个显然是错误资料 那怎么办呢 要不然你就是可以把它删掉 OK 好了 把它删掉算了 OK 又是像这样 或者是可能再发个信件 请那个承办人员 再修正一下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公式 哇 这么长一串 你们等一下给 这个最后的完成的答案 如果假设你记不太起来 其实我在云端上这边有放 那我是分阶段 这个是第一阶段 先第一阶段是这一个 然后第二阶段是一辅 然后再里 然后再区 那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一下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